你有試過在熱鬧的商圈裡 在眾人的目光中 打場汗水淋漓的三對三鬥牛賽嗎 DV33 籃潮世代三對三聯盟 從7月27日至8月3日 在台中的一中街一名商圈 一連進行8天的熱血籃球賽 由16支潮流品牌冠名的球團 共80位來自台中地區的球員 爭奪街頭霸王的稱號 籃潮世代三對三聯盟 結合了街頭文化和潮流品牌 今年為了吸引更多球迷參與 同時把比賽規格向上提升 特別爭取中華民國三對三籃球協會 提供國際三對三賽事專用地點 並在為期8天的比賽中 每天都邀請不同的街頭表演 來現場共襄盛舉 像是花式籃球 街舞等等 希望藉由籃球 將整個年輕世代串起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就感覺三對三這種比賽很熱血 根本它這種身體碰撞式的 打起來很爽 很爽快 不只是單純的籃球比賽 還結合了很多街頭文化的元素 像單車 繞車 或者是街舞 就整個活動氣盤 十六支球隊在經過前面七天 例行賽的激烈賽事後 將會取出八隊進入季後賽 在8月3號爭奪街頭霸王的最高榮譽 冠軍隊伍將可以獲得十六個潮流品牌所提供 價值高過二十萬元的冠軍獎品 想要體會一下與眾不同的三對三鬥牛賽嗎 記得前進一中商圈 讓自己的夏日夜晚更有趣更運動吧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